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iTunes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你好,欢迎收听独立知识型脱口秀,狗熊有话说,Bear Talk,我是大狗熊,今天呢是周末星期六,圣诞节快到了,整个奥克兰,或者说整个新西兰,甚至整个西方世界吧,都洋溢着欢快的节日气氛,我和女儿Molly呢今天去看了在电影院里热映的迪士尼动画片 冰雪奇缘,Frozen 2,第二部,那么这一部呢还是一样,讲述了公主Elsa和她的妹妹Anna,还有其他的好伙伴一起进行冒险的故事,只是这一部呢,故事发生的角度更加的宏大, 那么涉及到了不同的地方,也涉及到了一些这个历史上的冒险,或者说这个阿尔莎之前父辈他们的冒险,还有她的魔法的来历等等 但我在看完电影之后,一个很明显很突出的感觉就是最终所有的这种故事呢,主角在寻找着在寻找的东西都是内心的自己的或者说是一种对未来的希望,或者是对过去的真实的呈现等等等等 最终所有的冒险呢,其实都是心理上的一种一种体验,这是我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部电影呢,她用了一些很具体的,当然很迪士尼的方式去讲述这个故事 但其实我看到的是一个女孩面对自己内心的以往的历史,一些性格方面的一些种种的过去进行的一个自我的阐释和对内心的一次探险 所以这个话题,为什么我会用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开始今天这期播客呢 其实和我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它的主题和它的讨论的讨论的角度有关 今天这本书呢,是一本讲述人的精神,情感和希望的书 那么听起来是一本,好像很鸡汤是吧,好像是一本会讲述一些普罗大众关心的东西 一些关于希望呀,关于这个你要好好奋斗,好好活着等等等等 但恰恰不是,这本书从文字到它的语言,到它的故事,甚至从它的标题 都与我们熟悉的那些讲述情感的心灵鸡汤的书籍不同 这本书的名字就很反鸡汤,它的名字叫做Everything is fucked 所有的事情都凑蛋了,所有的事情都他妈完蛋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标题 那么这句话呢,是我们经常在生活里面可能你回到家发现你的房子煤气爆炸了 整个房子屋顶先飞了,什么都没有了,一塌糊涂 然后你会说,Oh my,everything is fucked 就是所有事情都结束了 但这还不是啊,可能那一天你工作失业了 然后女朋友和你分手了,你的房子被火烧掉了 等等等等,甚至你的亲人逝去了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这些事情全部集中到一起 你会说Everything is fucked 那么这其实这句话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对自己生活的世界的一个态度 那么,但它的副标题又很有意思 这本书的副标题叫,It's a book about hope 这是一本关于希望的书 到底这是一本什么书呢 我们来看看它的简介 它的简介是这么说的 We're living in an interesting time Materially, everything is the best that it's ever seen It's ever been We are freer, healthier and wealthier than any people in human history 这是一个有趣的时代啊 物质上呢,所有的事情都是最好的 有史以来最好的 我们现在呢,前所未有的 比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时代都更加自由 更加健康,而且更加富有 Yet, somehow everything seems to be irreparably and horribly fucked The planet is warming Governments are failing Economies are collapsing And everyone is perpetually offended on Twitter 整个世界其实现在是很操弹的 就是全球在变暖 政府在垮台 经济也在崩塌 然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社交媒体上被别人攻击 At this moment in history When we have access to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ur assessors couldn't even dream of So many of us come back to an overriding feeling of hopelessness 就在这个历史上的时刻 当我们达到了一个在技术上 教育上和沟通方面 我们的祖先根本无法想象的一个程度的时候呢 却有我们如此多的人会感觉到一种 绝望的情绪 没有任何希望的情绪 所以这本书是关于hope 是关于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其实如何去寻找希望 那么他的作者呢 当我说出作者的名字 可能你会略微有点印象 如果你在听之前狗熊有话说的节目 作者叫做Mark Manson 我们在狗熊有话说的节目里面呢 推荐过他的上一本全球畅桥书 A subtle art of not giving a fuck 那么那本书也是关于 也是有一个fuck在书的名字里面 那本书呢 其实是关于Mark 本人的一个情感 心底的一个成长的历程的一些故事 那么在那本书里面呢 有讲述了他对于死亡的一些感悟 他从小的好伙伴 然后因为意外去世 对他心灵上的冲击 还有像是这个历史上的一些故事 比如说那个 以为战争还在继续 而在菲律宾一个人在丛林里面作战的日本士兵 当他回到文明世界之后 和现代世界格格不入等等等等 那么在那本书其实非常有意思一点 就是他去探究人类心灵的 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去面对的种种疑问和问题 那么是一个个人体验的一个角度 但到了Everything is fucked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这本书呢 它的尺度和深度和广度都上升到了一个完全新的级别 接下来我来和大家具体分享一下 我对这本书的一些感受和体会吧 首先我觉得Mark Manson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会讲故事的那么一些人中的一个 那么会讲故事的作者 非虚构类书籍的作者呢 当然最顶尖的是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他写的这个引爆点 一类逆转等等 这些书都非常不错 我也在节目里面推荐过 那么他讲的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Mark Manson这个人在讲故事方面也是一个高手 那么在Everything is fucked 首先他一来就讲述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是波兰的二战战争英雄叫做Wittled Plesky 那Plesky呢 他是一个看外表好像很平凡的一个 一个一个士兵 一个普通人 一个中尉吧 还是上尉 那么波兰的一位 一位军人 那么喜欢喝酒 喜欢弹吉他 然后这个骑摩托车等等等等 反正就是很热爱生活 然后很man的一个人 但他被列为是整个二战期间最勇敢的六个人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Plesky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已知的记录灾案的主动的进入了奥斯卫星集中营 还有另外的一个集中营 那么并且策划让放人逃跑 最终呢策划集体逃跑失派 但他自己呢成功的自己越狱跑了出来 并且呢把集中营中的建文呢分享给了通过情报组织 递交给了这个同盟国 对于同盟国之后的一些战争决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战结束之后呢 他又在这个继续留在波兰进行这个民族抵抗运动 还是波兰的人民解放运动 后来呢被克格勃抓住 然后折磨了两年 最终呢这个英勇就义 那么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为什么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其实就讲述了一个 当去到一个集中营里面 特别像奥斯卫星这种级别的集中营 见识到了人类可能会在性格 在人性上的这种前所未有的黑暗 为什么他还会那么努力的去想要把这个世界拯救过来 或者是用自己的努力去拯救呢 在集中营那样的一个 几乎已经黑暗到绝望的一个程度的环境里面 他难道还能看到希望吗 是这样的一个疑问 驱使我们去了解 Plesky的故事 我在维基百科上查了一下Plesky的资料 他的照片让我想起一个 以前玩过的游戏的角色 就是我们叫二战特种兵 不知道听节目的朋友你有没有玩过一个战策略类的一个游戏 那么其中的主角就是Command 主角叫什么名字 反正就是其中的一位特种兵 就是长得很像这位Plesky 那么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游戏 以他作为其中的一个原型去编撰的 那么这是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到底希望是一个什么东西 希望和生存的环境和周围的人性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我们感觉到绝望 但为什么在集中营那样的环境 也会有人会感觉到很有希望呢 到底这个东西是怎么去寻找 或者说怎么去怎么去获得 这是在一开始通过Plesky 这样的一位角色的 他的故事体现出来的一些问题 那么具体其实在 Everything is fucked里面 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 我稍后再看有没有时间和大家分享 那么这本书里面其实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hopelessness 就是绝望这样的一个状态呢 其实有三个不同的层 层面三个不同的因素 会影响你对于希望的一个判断 那么第一呢是control 也就是你是否有自己有控制能力 控制权 那么像集中营那样的环境 你是没有任何控制权的 就是你连自己能穿什么东西都无法去控制 你的所有对于自己的 对于外界的这个控制权都被剥夺了 那么这是把希望的一个层面剥夺了 那么第二呢是value 第二个层面其实就更重要 value 那么当把你的价值 这个价值其实可能是价值观 也可能是具体的很具象的这个价值 那么比如说我们拥有的物品 是我们价值的其中的一种体现 但我们的价值观其实更重要 那么像集中营那种环境 首先它肯定把你的物品 这个剥离掉了 对吧 但更重要的是它慢慢的毁灭掉了 你作为人的一个价值 一个存在的一个价值 慢慢你的这个价值观被影响被改变 你会觉得我就是一坨 我在这里就是一坨 没有任何用的这个废物 那么以前可能在进入集中营之前 你是教授你的价值在这个世界得到得到认同 得到尊重 但到了这里呢 你的价值就是每天去挖地 然后去这个蒸那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一个馒头 一个包一个面包 那么这样的一个价值其实是慢慢被磨灭 磨灭之后呢 你的希望也就逐渐的不复存在了 那么第三个层面的是community 也就是人都是一种需要去进行community 去联系外界社会的一个动物 那么联系同伴的一个动物 那么这也是把你剥离的东西 剥离的一个因素 那么怎么去克服呢 其实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 rewrite the narratives of past experience 就是重新去续写你对于过去经验的一个一个描述 其实我们自己到底过去经历的东西 那个物就是客观上经历的这个事件 跟我们影响其实是隔离的 我们是受我们对于你经历事件的一个认识的一个影响 这句话听起来很绕口 但如果你想通这个事情的话 可能你就豁然开朗了 比如说 我以大国雄我自己的一个感受为例吧 我英文的这个public speaking 就是在公众场合进行表达演讲 这个讲话的这种能力 我自己觉得不行 现在还需要提高 那么这是我最对自己的一个认知 那么比如说我在上个周二 进行了一次public speaking practice 也就是我在一次公开的场合呢 站起来进行了一个一分半钟的一个演讲 那么这个演讲呢 其中有讲的还可以的一个开头 也有一些这个可可怕慢的表达 最后呢 完整的结束 那么 以一个非常客观的标准去看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初级的 这个能够基本把事情讲流畅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但如果我把其中的一些经验经历过分的放大 比如说我在其中表达几个句子的时候 的确讲的很很啊 很磕磕磕磕 然后啊 不流不流畅不连贯 有大量的这个语气词等等等等 那么如果把这个经历客观的放大 就得到了一个印象 就是我觉得我这次讲的很烂 然后我没有达到我的这个 我的水平就是那么差了 甚至得出来一个结论 就是我永远提高不了自己的这个 英文的公开演讲的这个能力了 那么这就是我对于过去的一个 narration 也就是一个描绘 你对自己的认知是什么样的 那么如果你能把这个认知 能够rewrite 就是重新去改写的话 那么其实 他会给你一种完全不同的 对于自我的认知 比如说我的这次体验 其实还有其他层面 首先我这次公众演讲 最终当天有三个人 我是参加的一个 新西埃奥克兰本地的一个 民间的一个演讲的这个 练习练习会 那么当天有三个人同时站上台去去演讲了 那么最终呢 我被选为就是当天最佳演讲者 然后还发了一个小奖杯 拍张照 那么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reward 也就是有获得这样的一个成就 那么如果我把这一点拿出来 作为一个很积极的一面 那么就证明了 我是有能力有潜质 作为一个很好的公众演讲者的 只是我现在所处的阶段 是一个初级的阶段 那么就像玩游戏 刚刚升到第二段 那么整个游戏要升到99段 那么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不代表我没有能力走到最后 如果我把自己的这个认知修改了 其实其实就意味着 我的过去这个经历 它对我的意义也就被改变了 那么把过去的经验 这种认知改写了 那么你就可以去 construct narratives of our future selves 就是你可以去构想自己 未来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么通过这样的努力的话 其实就是construction of hope 那么你对未来自己有一个理想 其实这就是希望 这就是这本书一开始 其实讲到的一个概念 hopeless 那么绝望 它有三个层面 control value和community 那么改写自己对自我的过去经验的认知 其实会影响你对自我 未来自我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完善 那么对未来自己的形象 有期望 有要求 这就是希望 就是hope 那么这本书里面讲了 讲到这里 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hope narrative 就是希望这种自我描述 那么其实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 那么你就会现在 对于自己过去的那种痛苦的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 if not you're doomed to repeat our failures of our past pain 那么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的痛苦的 而且这个是一个内心内心的一个一个循环 那么你很难通过外界的力量去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像抑郁症呀 像一些心理上的疾病是那么恐怖的一个一个原因 那么恐怖的病症的一个原因 所以怎么去调整自己对于 对于这个希望的这种描述的这种narratives呢 那么关键是在于change your value 改变你的value 具体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技巧和方法 那么这本书里也讲了一些 但更多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吧 那么你可以通过多接触 多吸纳一些 你觉得价值是值得去 值得去趋近的这样的一种 这样的一种观点思想 著作人 然后呢去接近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实物的东西 书演讲 播客音频等等等等 慢慢你可能就会改变了你的 改变你的value 那么改变你的value呢 你就改变你对于过去自我的一个 一个narrative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去 define your future stories 就是去确定你的未来的故事 然后也就可以define your hope 也就是确定你的希望了 这本书里还有两个概念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想和大家着重分享 第一个呢是thinking brain and feeling brain 也就是思考的大脑 和感受的大脑 就大家觉得我们做决定 是不是就我们都有两个脑 理智的 就是会思考的这个思考的大脑 还有这个感性的 就是情感的这种大脑 feeling brain 那么大家会觉得 我们做决定 是吧 应该都是理智的这个脑 去做决定 然后喜欢人 讨厌人 那么这个肯定是 feeling brain 就是情感的大脑 去做决定了 比如说你要借钱给谁 那么应该都是 这个理性的这个大脑 去做判断 是吧 错 全错了 其实所有的决定 都是由这个feeling brain 也就是由这个情感的大脑 去做的 那么理性的这个思维的 这个大脑 它的作用相当于一个副驾驶 它只是坐在旁边 给驾驶员提供建议 有的时候甚至去找一些理由 去支持驾驶员做出的 看似不是那么确定的 正确的这个建议 比如说 我要减肥 那么我决定不吃这些高热量的东西 然后晚上不多吃 不吃零食什么的 但到了你真正想吃 就是到了晚上可能九点十点 然后你觉得我太饿了 我想吃东西 这个时候你的脑子会怎么说呢 你的脑子会告诉你自己说 我今天的确太累了 我今天加班加了一天 然后感觉这个很疲惫 吃点东西呢 放松一下吧 这个其实是你的理性的大脑 给你的一个 给你的一个 反馈 那么这个反馈呢 是用来支持 你要吃东西 这个决定的 这个决定已经由你的感性的大脑做出 你的理性大脑 只是找一个理由 只是给他找一个理由而已 所以知道了这一点 你可能就会知道 为什么我们平时很多决定 很多这个行为模式 其实都是感性的 哪怕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很专业的人 他在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一个场合 但他做出来的决定 也许并不是一个基于客观的逻辑 做出的决定 可能是一个基于情感的一个决定 这也是为什么英文里面有一句非常有 不能说有名吧 但我觉得非常有感觉的一句话 就是说 一个人他会忘记 你做了什么 他可能也会忘记你说过什么 但他甚至还可能会忘记你对他做了什么 但他绝对不会忘记 你让他形成的感觉 OK 那么这个是理性和感性 就是thinking brain和feeling brain 那么怎么去用它呢 或者说他能够怎么去用在实际中呢 就是可以这么说吧 emotion problems only have emotional solutions 就情感的问题只可能有情感上的解决 还有呢 就是感觉到好 并不代表真正的好 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 feels good 不等于actually it is good 那么这是我们平时的一个感觉 那么人啊 有一个趋向于平均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你问任何人 你问我问你啊 现在我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觉得今天你感觉怎么样 你可能会说还好 挺好的 不好不坏吧 然后我问你说 假设从一到十 让你给自己打个分 就是确定自己现在的快乐程度 幸福程度 或者说和别人相比 你对自己的满意度是多少 你会给打几分 我现在停顿五秒 你自己想一个数字 是几分 OK 是不是七分 可能是啊 因为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会想七分吧 差不多就是六七分 那么可能你会说七八分 六七分 三四分 四五分 那么其实说七分的程度是最多的 凭这个几率是最多的 因为我们无论你的生活怎么样 那么这个问题有意思就有意思在 你问一个生活在非洲的一个没有健康的饮用水 每天要走几十里路去打水 还可能会被这个男孩子强奸的这样的一个女孩 你问她 就是说你生活觉得现在怎么样 她可能会说七分 你问一个生活在瑞典的一个人均生活成本 人均的这个产值 人均的这个收入 都是五六位数 这个很高的 家里也有游艇啊 什么的 全世界度假的这样的一个 中产阶级的孩子 说你觉得你生活怎么样 她可能也会说七分 所以这也回答了我们一开始那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已经那么富足了 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质的这个最好的解决方案 然后现在的人和以往相比呢 享受着以往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这样的一些优越的东西 但为什么我们还有这样子那样的问题 这也是刚刚说的这样这样的一个叫做蓝点效应啊 就是平均下来任何时代都会有任何问题 那么在优越的时代也有这个时代的痛苦 在灰暗的像哪怕像集中营养的一个环境 也有在那个环境中的快乐 OK 那么这是其中的一点 就是感觉和真实中的区别 那么知道了这一点呢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出一些行为上的判断和选择的时候 就要想到底这个feel这种感觉怎么去影响 或者说你如何去调整自己能够去适应人的这种思维模式 不被他俘虏 那么不用默认的这个状态去去生活呢 这本书第三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想和大家分享的点呢 就是关于痛苦的 engaging with pain pain is the universal constant currency we can see that 就是痛苦要去拥抱这种东西 痛苦其实才是永恒的 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是 都是暂时 快乐啊 这些是暂时的 那么认识到这一点 其实你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状态 我到现在其实没有完全理解这种境界 但在十月份我参加奥克兰马拉松的时候 其实又恢复跑马拉松呢 忽然我在跑步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到跑到十几二十公里快要结束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累 脚也被磨得很疼 然后这个状态会觉得非常的痛苦 那那个时候呢 我会对自己说 pain is inevitable but suffer is always a choice 就是痛苦是无法选择的 是避免不了的 在身体上的这种痛痛啊 这个是客观的 就它产生了 它产生了 它存在了 但你是否去注意它 你是否去 去承受这种suffer 就是你是否会因为它而感到 被折磨 这个其实是可以选择的 说简单一点 你可以停下来 你可以选择不跑呀 对吧 跑马拉松不是一个生死的一个书田书地 生死契约 你可以停下来 没问题的 好 哪怕你不停 你的脚磨得很痛 你可以选择把注意力 关注其他的东西 你可以去关注 周围的环境 关注 气温 关注音乐 关注其他的东西 那么当你的关注点调整的时候 其实是否还在痛苦 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了 suffer变得是一个 可以自主去选择的一个事情 那么其实这一点呢 在之前我分享那本书 就是这个 心理学家 我一下子想不起他的名字 他在集中营生还之后 写出的那本书 全世界畅销的心理学著作里面 他就讲到了 人呢 唯一的一种终极的自由 就是选择自己的思维 方向和选择自己 想要考虑什么事情的 这种最终的一个终极的自由 那么这一点呢 其实是 是我们永远可以去选择的 在 everything is fucked 这本书里呢 Mark Manson 他又讲了一个非常 虽然是非常的悲壮 但似乎是一个 很让人向往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 应该是197几年 197还是196几年 就是在 那个时代呢 越南的统治者 他 压迫佛教徒 迫害佛教徒 然后还杀害了很多 但西方世界和整个世界 其实不为所动 因为大家也 首先不是太理解 这个跟自己生活 有不同的这个状态 其次呢 也不太关心 那么当时呢 有一些佛教徒 就准备站出来抗议 那么其中一位和尚 也有一位僧侣呢 决定牺牲自己 来唤起整个世界 对于 这个越南的这个 被迫害现状的一个认知 那么这位僧侣呢 叫做 Tekwondo Tekwondo 那么他在那一天 来到了越南的街道 和其他的同伴 来到越南街道 他的同伴呢 给他的身上 撒上了汽油 他坐在街道的中央 然后在送经之后呢 他开始冥想 开始入定 那么当他进入了 入定的状态之后 他的同伴呢 点燃了 撒在他身上的汽油 那么他在烈火中呢 慢慢的被烧死了 慢慢的烧死了 但是 这个事件 是那么奇妙 就在于 在整个过程中 在那样的一个 我们可以想象的 极大的痛苦中 他没有 没有一声尖叫 他的脸部 甚至都是平静的 他的肌肉也没有 没有 痙攣 没有抽动 没有那种 抑制不了的痛苦 就是他一直是一个 平静的一个状态 然后默默的 在火焰中死去 那Mark Manson 他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 甚至说 这个事情是一种 有一种 他妈的诡异的 这种 振奋人心的一个状态 就是他有一种 fucking weird inspiring 有这样的一种状态 就是他让你感觉到 人类的这种 对于自我的这种 控制能力 还有 就是 对于这种 我觉得怎么 怎么用语言来描述呢 就是 也不能说 对于身体的精神的 这些控制 我觉得 可能是说 人的这种潜能吧 人的这种 精神上的这种选择 就是你是否去选择 承担这个痛苦 和痛苦是否 本身是否存在 那么人在这个层面呢 其实可以做出 比我们想象的 要多的多的 要能力要高级的 多的一种选择 那么 大家可以去 感兴趣 可以去查一下 直接在谷歌里面搜 Vietnam Burning Monk 就可以找到 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么它是一个 就是 我觉得是 对刚刚那句话 最好的一句 一个诠释 pain is inevitable but suffer is always a choice 好的 时间有限 我觉得差不多 今天的关于这一本 Everything is fucked 就讲到 就讲到这里 其中其实有很多 非常精彩的片段 那么书里 他还举了很多 具体的 这个 哲学家的一些 一些理论 那也讲述了一些 哲学家的故事 尼采 柏拉图 这样的一些人 那么 我在这里 就不一一展开了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 还也会讲到 其他的一些书 有一点 我发现非常有趣 就是 好的书里面 他总会提到 其他的一些好书 然后你总会在 其他地方 又再次听到 这些书的名字 当你反复听到 他的时候 就知道 也许 这些书是我们 也可以去选择 在之后 再去看的了 那么比如说 在 Everything is fucked 里面提到了 塔利布的 这个反脆弱 Anti-fragile 然后呢 也提到了 这个 极端领导力 就是Extreme Leadership 的这个作者 就是 Jekyll Jekyll Willick 那么是一位 美国前特种兵 前海军陆战队的 这个指挥官 OK 那么这本书 就讲到这里 其实在 Everything is fucked 他最后一站 我觉得写的 特别有深度 就讲述了 这个人工智能 之后 包括现在什么 Google的AlphaGo啊 等等 那么人工智能 可能会成为 一个新的宗教 那么在那个时候 其实 我们可以怎么样 怎么去面对呢 没有其他的想法 因为 哪怕今天的 所有的问题 都会被解决 当到未来 又会有未来的问题 会存在 就像我们现在的 这个时代 面临的问题 是50年前的人 无法想象 也无法去解决的 每个时代的人 去解决 你所存在的 那个时代的问题 就好了 但Always hope 其实这本书 最后其实 不让我们去hope Don't hope And don't despair either 就是不需要去 希望 也不需要去绝望 Don't hope for better 不要去想 要做更好 Just be better 你只要 去成为 那个很好的 或者说 相信成为 那个更好的 相信做好 你的下一步 要做的 重要的事情 其实就够了 Don't hope Just be OK 那么这就是 这本 Everything is fucked 接下来 是我对于 这本书的 英文的书品 如果你感兴趣 可以继续收听 也感谢你收听 这一期 狗熊有话说的播客 如果你喜欢它 记得在 iTunes 留言 打五星评论 那么让更多的人 可以看到 也欢迎和 其他的朋友 你身边的伙伴 请推荐 如果有任何的感受 心得 可以通过 微信公众号 狗熊有话说 找到我和我联系 也可以通过 新浪微博 关注我 或者是 通过 邮件 bear at beartalking.com 和我联系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 下期再见 拜拜 Why everything's the same as it was I can't understand No I can't understand How life goes on The way it does Why does my heart Keep on beating Keep on beating Keep on beating Why do these eyes of mine cry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ended when you said Goodbye It ended when you said Why does my heart Go away to you Why do these eyes of mine cry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It ended when you said Goodbye I lo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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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guys This is Bear I'm going to share another great book With you today At Beartalk A few months ago I shared a book On my podcast By Mark Manson 《The Subtle Art of Not Giving a Fuck》 在那篇篇篇範园中,我认为 Mark Manson可能是一位最大的故事 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他可以使用一些很简单的语言 来分享一些故事 然后明显出的语言和理论 背后的故事 我真的很喜欢 今天我会分享另一篇篇篇篇篇 《Everything is Fucked》 《A Book About Hope》 他分享了很多故事 在这个书画中 他也有起码了幻想的故事 这故事是由于《World War II》的读者 Wittor Plesky 所以,Plesky 他第一位最autiful的男人 在《World War II》 他最少男女 到阿斯维的中心 而来Case 在目的目的目的 然后选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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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人 选择人 所以这个故事 我不想再说这个故事 但它发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开始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如果您看到一些暗的 可能是最暗的 人的自然 怎么会你仍然会希望 在生活中 也希望战斗 对这个世界的未来 所以这个故事是很 curious 所以它发现这本书的主题 《希望》 有不同的颗层 或不同的想法 在这篇文章 马克曼森 他提供了三种想法 第一个是控制 如果你控制自己或控制自己的環境 或控制其他人们 你会有希望 第二个是价值 如果你有正值的价值 这代表你的生活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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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是社会 这是另一个希望 如果你失去这部分 你的生活会无法 如果你想保持自己的生活 或保持自己的希望 这些是三个想法 你能够努力 我并不想重复整整篇文章 在这短片中 只有一部分 最重要的提供 我学到这篇文章 第一个是控制 提供的控制 谁控制我们的选择 当然 你自己 但 每个人都会有两种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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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是 认识 认识 这一部分 可以提供一些 logic 或认识 理解 你做什么 第二个是 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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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谁在任何 我们想到 我们想到 我认识 可以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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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言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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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 我认识 我认识 不愿意 因为 我认识 所以 如果 你 这是 你 但 你 只在 因为 如果你 不知道 你 做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做的事情,但是其实不是 感觉是一种人决定的,是一种人决定的 感觉是一种人决定的,是一种人决定的 你的感觉会做的最大事情,你的感觉是一种人决定的 你的感觉,你做的感觉,你做的感觉 你只能做的感觉,让你做的感觉 你感觉更好,像我说的,一种人决定的 一种人决定的感觉,或是一种人决定的 可能是一种人决定的原因,可能是一种人决定的 你感觉想要回到你的日常生活的感觉 但是,你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原因 例如,我今天太累了,我今天努力了 我需要一种人决定的 对,这就是一种人决定的 对于这种人决定的问题 对于这种人决定的问题 只能够解决定的 人决定的解决定 例如,一种决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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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感觉有些决定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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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感觉到,我必须再继续喝酒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喝酒 你会感觉到这种形象 然后,你会感觉到很好的理想 你会感觉到很好的理想 例如,这只是要做这种意义 他们正在做这种意义 他们试着我 不再喝酒 所以,我可以忍受它 这也是一种理想 你选择做这种理想 所以,有时我认为 我认为 人们会不会忘记 但人们会不会忘记 你会感觉到 所以,我认为 你会感觉到这种意义 你会有两个想法 一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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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想法 这是我第一个想法 我认为 我们有两个想法 第二种意义 我们有两个想法 我们有两个想法 不在乎 或者我们的想法 想法 也有两个想法 对我们的思想 我和我们的想法 都会定是 我因此 这也是很難的 但 你的思想 你们连自己 一直定是 你的出来 如果 你试试 自身上,我不是那种人可以做公共语言,甚至你的表演非常好,你的 互联系也非常好,甚至你的语言也非常好,但是在场上,当你会给公共语言, 你会感到热烈,或者你只感到,我没办法做,那是你的过世的故事, 可能一些过世的过世,一些过世的过世,可能会判断你的人, 人们不可以在公共语言,但是未来的故事,未来的故事判断你的希望, 例如我,例如我例如,我设计人,所以我时常知道我会有更好的日子, 更好的日子,而且我会有更好的日子,我会有更好的日子, 更好的日子,所以我设计我的完美的工作日子,我设计我的完美的工作日子, 我设计什么我会做,如果我花了20分钟在工作前面,我的表演在早上会觉得很棒, 所以如果我知道,那会给我希望,然后我可以继续做那种事, 所以,所以,尽量你的未来自身,我为例如我,是一种方法, 这是一个方法,我使用了希望, 所以,这就是你永远能更改善,所以,这是第二个目的希望, 你的 value defines your hope 你的 future self defines your hope 第三个 takeaway 是最有趣的事情 是与痛感受 痛感受是什么 不能避免 痛感受是不可能 但痛感受是什么 你不可以选择 你不可以选择 这件事 在这个书 《Everything is Fuck》 Mark Manson 他给了一个很厉害的例子 的一个热门鸡 这个人 15年前 他在15年前 他犯了 所以在整個抗議中,他燃了他 他把所有的雕像放在他身上,燃了他 然後被殺了 所以這是一個很悲哀的時刻 給所有的佛陀士 但是有些奇怪的事情 是很靈感的給別人 這是什麼人物可以做的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例子 我還有一些不太瘋的經驗 像當我跑了半馬賽 幾個月前 我的左腳很痛 因為它很痛 我一直在說自己 痛苦是不斷 苦苦是選擇 我成功得到 所以 對 對 我認為你一定可以選擇 如果你要去摘 你一定會有選擇 對 對 這是第三個提供 我學到這篇文 對 這篇文 我非常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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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很興趣 想想 或是 做生命 做生命 如果要做生命 就去看 就是 是很好的 還有 還有 有些其他 有些人推薦 在這篇文 例如 《楊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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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並不確實 有足夠的訊息 但 希望你喜歡 謝謝 收看 和聽 如果你有任何提供 或評審 請 留下 這篇文 我會再次見 再次見 再見 再見 本期節目由高校閱讀課程 贊助播出 閱讀沒有用了 這是這個時代 關於閱讀的一個最大謊言 恰恰相反 在信息時代 閱讀書籍的能力 正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 那些領先的成功者們 不論是西方的傑弗里貝索斯 馬克扎克伯格 埃倫馬斯特 沃倫巴菲特 比爾蓋茨 還是國內的馬雲王石等等行業領袖們 都是通過大量閱讀書籍 來獲取有效知識和信息的學習者 在這個時代 Leaders are readers 領導者都是閱讀者 大鼓熊我 在六年前 隱約意識到了這個關於閱讀的真相 並且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來鍛鍊自己的閱讀能力和技巧 也陸續在節目裡分享了很多具體 的讀書感受 但我發現更值得分享的 是我這套讀創的高效閱讀方法 所以我將自己的閱讀經驗和方法 歷時幾個月整理為這門高效閱讀的精華專題課程 這門課程一共包含12節 每一節會針對性的討論一個關於閱讀的問題 學習完之後你可以做到一年閱讀100本 優質的非虛構類書籍 並且培養起適合自己的閱讀習慣 與輸出應用的技巧 成為學習上的超人 一年100本書 這個聽起來好像很恐怖 但只要按照課程裡所教授的方法 一步一步去做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大口熊我在6月到8月這三個月裡 同時在製作課程也在上班工作 然後還要帶小孩 然後還要做播客的節目等等 每天只有很有限的閱讀的時間 但即便這樣三個月的時間也閱讀了30多本書 所以這套方法有難度也有挑戰 你想輕鬆速成的話就請走開 但一旦掌握的話 它將隨著時間的增加而變得越來越熟練 越早學會高效閱讀 你就越早能從閱讀中收益 馬上登陸高效閱讀的官網 readwithbear.com readreadwithwithbear.com 或者關注微信公眾號 狗熊有話說可以查看詳情 每張課程的第一節都可以免費的觀看 狗熊有話說的聽友都有5元的優惠券贈送 在狗熊有話說公眾號 公眾號裡面回覆高效閱讀就可以領取優惠券 高效閱讀想學習想提升想成長的你值得來加入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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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